击战术 所以很少看到像以前 所以单打运动员 发高球 基本上很难看得到 单打运动员都是以 发小球抢攻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比赛的这个比分的制度改变 因为是每球得分的 发高球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就是把这个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送回别人 自己肯定要掀起防守的 但是发这个小球就不一定了 这个时候就自己想要去进步 像这个主导思想 好球 那么这个球成人在争手区的 水跳 披萨对角 力量 速度包括这个落点 都可以说是 一个非常好的球 战尔导如果说 一方进攻一方防守 打三个回合 双方都没有赢球 就是还保持着均衡的话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那那个进攻那个人 可能就吃点亏 体力上消耗要大一些 对可以说吧 就是进攻的人相对来的 消耗的体力要比防守的 要大 当然就是要看 如果你的球 一直处于一个主动控制的话 那么防守的人他也会消耗 因为消耗是什么 因为他是属于被动的 他在启动方面 跟跑动方面 他相对来说 他也会消耗很大 所以在这方面呢 就是说 他要比进攻的运动 要消耗要大 所以很多情况下 他应该都是相互相成的 好 那么第一局现在是11比5 陈龙领先 中国选手陈龙呢 他在2010年2009年啊 是取得了一系列的好成绩 比如2010年 他在这个世界大奖赛的公开赛中 曾经获得了一次冠军 09年呢 也获得了一次冠军 这个中国香港选手黄永奇 他是在2009年的 新西兰的公开赛 就是世界大奖赛 在新西兰公开赛上 获得了亚军 所以这个中国香港队的 这个运动员的实力 也是不错的 在另外一个场地 正在进行的是 泰国队和马来西亚的比赛 我们看到这个泰国队啊 现在的进步还是比较明显 刚才好像那个运动员 胜了李宗伟是吧 对了 胜了李宗伟 香港选手黄永奇 现在黄永奇发球 漂亮 这个球杀得干脆 这是黄永奇 他也是今天出场的运动员里年龄最小的 今天只有20岁 年轻有位 而且在去年 他就获得了西西兰公开赛的亚军 请财队员推动员登场 哇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match on part 3 will start soon 第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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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标 ř雅伟 第四标 若是他位于重心失去了 我看一下慢剑头 所以他下一个球的 防备呢就失去了这个重心了 所以刚才我们也讲到 一个运动员的步伐的重要性 如果你步伐好的话 这个球他没有失去重心 那你下一个球还是可以说 从容去应付 现在成了八球 好